我要吃這個 嗨 我們家女兒吃的最多就是那個牛排 我要吃牛排 牛排 吃牛排 我要吃牛排 我們今天要來烹飪這些肉 他就是 算是目前CP值最高 而且他厚度真的很厚 他每一塊的厚度都是一樣 那今天呢 牛肉就交給老公去長廚了 好 接下來呢這個是安格斯帶骨牛 他是有骨頭的 應該很明顯 而且喔 他這個厚度同樣的 是有一定的厚度 他不是隨便便給你這樣切一切 他就是剛剛的 煮好的牛排 來 來這個呢 干貝呢 是3S生食級的干貝喔 干貝是可以生食的 那我就直接來試試看 因為我自己是還蠻愛吃海鮮的 像那種生蠔阿 那種之類的 我這說真的 他這個直接聞起來就是 很有到海邊的那種海味 就是非常新鮮的那一種 對 其實這個跟 日本料理裡面 放的那種海鮮丼飯 生的那種干貝 味道是一樣的耶 我剛剛這一整盤都都生吃了 他這個干貝吃起來 我自己感覺就是 有點像是奶油干貝的那種味道 雖然他沒有煎過 可是他生吃就是有一點 牛奶的味道 他有點奶香味 我不曉得這樣講講會不會有點太 複雜 可是總之就是吃起來非常好吃 他就是跟那種日本料理店 他們會直接 生食的那一種 的干貝味道 一模一樣 我只能這樣講 他就是剛剛的 貝果的 有沒有 不一樣 我老公最會的就是煎牛 煎牛肉 煎牛肉 因為我以前煎干貝都是用七杂多 那他干貝其實你不需要去給他煎到非常熟 你只要讓他大概就是煎個三到五分鐘 因為他就是生食級的 所以他不需要把他煎到那種很熟透那種 而且如果你把他煎到非常熟透的話 他就會縮損 但是真的干貝他就算煮到很熟 他是不會整個 乳到那種剩一咪咪這樣子 他點多 他是吃起來都一定會一吃一吃的 所以他還沒用 我會把他煎到最後 拍拖 你什麼時候 我這個時候 是可以看你 我會把他煎到 我會把他煎到 我不會抵抵 你 哪 現在這個的話是美國頂級熱條骰子牛 它每一個都是幫你處理好切好小塊的 所以看你要用乾煎的或是放到烤箱或是氣炸鍋裡面 我覺得都還蠻可以的 那我們家的話是我是選用烤箱 可是它是有水波爐的功能 所以它不會單純像用烤箱一樣會把它變得很乾 所以待會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那在煮的時候啊就已經聞到濃濃的味道了 這個味道好像味道 對啊味道很香 很香喔 它這個骰子牛吃起來 它的口感大家可能會認為說可能會很硬 它不會它不是像夜市的那種骰子牛 它就是主要骰子牛吃它這個筋膜 我跟你講它這個吃起來就是肉汁Q彈 可是加上那個筋膜就是 讓你很像是咬那種苦香糖 來你加一點海鹽這樣吃 好好吃喔 有點燙燙耶 嗯 嗯喔好吃喔 它就是你沾一點海鹽直接這樣吃 而且它的大小度它都已經 它的大小塊它都幫你處理好了 所以你也不需要再去切啊剪啊這些問題 你就直接把它拿去做氣炸鍋料理 或者是直接用烤箱 水潑入也都ok 它的筋膜是咬的咬的動 它不是那種 硬道到你好像在吃橡皮筋那種 不是 嗯 嗯 哼 哼 讓你一口一口接著一口接著 會越 越 越嚼 越香 嗯 嗯 嗯